大家好,我是真实军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人民解放军建军节是8月1日吗? 因为南昌起义的时间是1927年8月1日 正是因为这场南昌起义才形成了初期的中国共农红军 继而才有了后面蒋介石的国共合作 有了第八路军,最后发展成百万解放军 而奠定这个基础的人便是朱德 本期视频真实军就和大家聊一聊 朱德凭什么能成为十大元帅之首? 我们从小历史书上就学过南昌起义 但你知道为什么要起义吗? 杜娘的解释是这样的 咱们换个词来形容,就是生存 1927年4月12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近三天时间就有3000人被杀 500人被捕 史称4一2政变 就是蒋介石的翻脸不认人 教会了共产党对枪杆子的认识 才有了教员的那句名言 枪杆子里出政权 自此开始 我党运用枪杆子做了第一件事 便是南昌起义 当时起义的总指挥前委书记是周恩来 前委委员是张国焘 还有李立三 叶挺 刘伯诚等等 而朱德在这场起义中的地位 其实并不重要 因为他手里第一枚枪 第二枚人 在南昌起义后 为了应对蒋介石的反扑 部队随着南下 朱老总自高奋勇走在了队伍的最前面 因为前面阻挡南昌起义部队的 基本上都是滇军 而朱老总曾经就当过滇军的旅长 所以走在最前面为部队开路 到了三合霸分兵 起义的主力南下作战 朱老总又成了最后电后的人 最棘手的任务和最不出彩的任务 总是由他负责 可就是因为朱老总来电后 才能为工农红军和后来的百万解放军 留下了至关重要的根本 1927年9月 南昌起义部队一路被蒋介石追击 追到了三合霸被迫缤纷两路 一路为主力 由周恩来、叶挺、贺龙、刘伯承等同志 率领南下 夺取海陆峰这一带 争取打下一个港口 去接受可能来自苏联的军火援助 朱德则率领另一路 留守三合霸阻击国民党 然后在南下和主力会合 而朱德率领的这部分兵力 是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育团 共计四千余人 在三合霸经过了三天三夜的阻击后 部队伤亡过半 撤出时仅剩两千多人 在完成三合霸的阻击任务后 正准备南下和主力会合时 南下的主力官兵却跑回来告诉朱老总 主力部队遭遇埋伏 作战失败 领导人都被打散了 像周恩来、聂龙珍去了香港 叶挺去了南洋 贺龙去了湖南 刘伯承去了上海 这是个非常严重的消息 因为这就意味着 朱老总这支队伍已经成了一支孤军 当跑回来的官兵说 主力都散了 我们不是主力 在这里干什么 部队随时就面临着散火的架势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首先站出来的便是朱老总 朱老总说 队伍不能散 主力打散了 但我们不能散 因为我们还有人 还有枪 只要有人有枪 就有办法 那部队勉强就听取了朱的意见 是真的很勉强 因为部队并不是他的 而是夜挺的 二十五师 朱德只是为了三合霸 阻击临时负责指挥 而夜挺的主力 在南下作战时全军覆没 剩余的二十五师走投无路 突然眼前的这个老同志 说他有办法 大家就姑且跟着他看看 看他有什么办法 起义队伍穿短衣短裤 跟着朱老总走 一直走到十月底 走到了江西 安远 队伍还是短衣短裤 没有备装 没有食品 没有药品 没有吉亚 越走人息越散 越走队伍越散 杨志成上将后来回忆说 每个人都考虑着同样的问题 现在部队失败了 到处都是敌人 我们这一支孤军 一无吉亚二无援兵 应该怎么办 该到哪里去 各级干部纷纷离队 一些高级的领导干部 有的先死后别 有的直接不辞而别 队伍马上就面临着一哄而散的局面 只剩下八百余元 师长 团长 军逃跑 各营 连长 直接离开 十以上的军事干部 只剩朱德一人 正宫干部一个不慎 团级军事干部 只剩王二卓 正宫干部 只剩陈毅 很多人动摇 很多人都撤走 很多人也放弃了 在这种生死存亡之际的关键时刻 站出来的 又是朱德 在军人大会上 他慷慨激昂地说 同志们 我们大革命失败了 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 但我们还是要革命的 同志们要革命的可以跟我走 不革命的可以回家 不勉强 朱老总的讲话 总共讲了两条纲领 第一 共产主义必然胜利 第二 革命必须自愿 这两条纲领 成了后来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 这八百余元 在朱德现场激情和信心的鼓舞之下 终究还是被稳住了 由一群丧魂落魄的残兵败将 变成了一堆可以燎原的火种 那这些火种 最后燎起了多大的火呢 首先 这八百人起义军的队伍 大多数都是黄埔军校毕业 士兵都是当初被发誓后 铁军的队伍 军事素质非常好 作战非常有办法 在会师井冈山之前 井冈山上 教员秋收起义所收拢的 只是一些农运兵 学生兵 说难听点就跟蒋介石口中的匪 没什么区别 别说排兵布阵了 连很多武器都还不会使 而朱德会师井冈山后 井冈山的队伍战斗力 才真正的上来 形成了一支强悍的部队 所以当大家万念俱灰的时候 当大家都不信革命能够成功的时候 只有朱德这种信仰 成为了支撑 八一南昌起义队伍最关键的力量 如果你还对这次三可八分兵意义不够清晰的话 你再看这个 1949年蒋介石兵败大陆 解放战争中 国军军事力量主要被监 是在东北战场和华东战场 而指挥东野的林彪 和指挥华野的陈毅 苏裕 1927年10月 他们都站在八百人队伍中 这些人麾下带出的将军 更是不计其数 这么说你就能理解 为什么说这八百人是火种了 所以朱德在部队中有着很高的威胁 部队对朱德总带着点神秘的信仰 这种很高的威信和带点神秘式的信仰 就印证着他走私人的地位 而他不仅来源于中央军委一直简单的任命 更来源于红军将士之间 彼此心知度敏的敬佩 除非将军的敬佩 我将军人们 上部队 在 严厉的 宽谱 我们的队心打击 好了 我是军事主义 这家的军事物识 如果你考虑我所得意 我所得意 我所得意 你把人打开就完 我把人打开就完 我把人打开就完 所以 我把人打开我 我把人打开 这家的军事物 怎么kolkö 都是我 我把人打开 我去 我把人打开 我把人打开 voisin 日子 空 感谢观看